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前妻梅林达宣布 她将辞去与前夫共同创立的 盖茨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席职务 梅林达星期一透过社交媒体X平台发布贴文说 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考量之后 决定辞去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席的职务 6月7号将会是她在基金会工作的最后一天 离开基金会的时候 她将获得额外的125亿美元或大约591亿令吉基金 可以用来推行其他项目 梅林达在2021年与比尔盖茨离婚 结束两人长达27年的婚姻关系 两人创立的盖茨基金会 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机构之一 slows足连机了 通知的能量 感谢观看